大家好,我是夏天 花姐 上一期视频讲到 我们昨天是在高速上的 已经是第三天了 我们在高速上把油跑光了 因为加油站都不开 服务区也不让我们进 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个 服务区的几个工作人员 热心的帮忙 帮我们四个小时调来了一头油 让我们终于把油夹上了 非常感动 也非常感谢他们 然后我们昨天已经到 已经进了这个 兰州西的这个收费账了 我们昨天因为没有地方过夜 服务区都不让停 我们就在过完这个收费站 工作人员商量一下 让我们停车过夜休息了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兰州了 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看看今天情况吧 希望一切顺利 在高速上流浪了三天了 今天是第四天了 希望能顺顺利利的让我们安顿好 对 走着 我们昨天晚上停到这边以后 这边就下雨了 下了一夜的雨 看现在地上都湿乎乎的 对 这边感觉很潮 一下就感觉比西宁那边要潮 青海那边 我们房车里的湿度都显示是80多了 我们在青海的时候湿度都比较干燥了 20多 现在都上升到80% 气候明显改变了 堵车 这是检查的地方 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 就是他进城可能要核酸 但是我们在高速上三天是没有办法做核酸的 没有地方做 但他应该有落地检吧 希望反正能顺利进入吧 嗯 现在让我们到这边来做登记啊 对 朋友们我们刚刚是在这边做了详细的登记啊 登记完后 他旁边就有做核酸的地方 4块钱一个人 然后说6个小时可以出结果 整个详细全部登记完后 就说让我们可以往里面走了 但是也没有说要不要隔离的事情 嗯 但按理说应该会隔离 但是他没有说就让我们往前走 那我们就先往前走着看看吧 走到里面再看看 具体是什么样情况 好呀嘛 我们现在是先倒了一个窝点啊 嗯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该往哪走 就先找了窝点往那个方向先倒 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去哪 嗯 这个窝点显示还有三公里就到了 对 是一个4跟前啊 叫报N4 嗯 先往那走走看吧 我们反正查的这个窝点是有卫生间吗 有水 对 就往那停了 然后再看看这边的情况 咱朋友们 现在显示这就是啊 嗯 这能不能让踢也不知道 先上去看看 哇 好高啊 这个坡好大 我的天呐 拉着一个拖罐 加油 加油 月仔加油 哎呦 哎呦我去还有这么多前速带 嗯 左转 然后时机到达目的地附近 啊 左转 在这边 哦 来 我去这坡太大了 嗯 我们压的月子还是很给力的 真是 前方到达目的地 这是到目的地了 刚前这边有停车 到达目的地附近 等自导 哦 这有这有位置 哦 这有停车 哇 好大一个停车场 啊 挺好 我还害怕停车场太小 哇 这位置很大 对位置很大 但是这有卫生间吗 说是有卫生间啊 我没有看到卫生间 我先停下来找一找 嗯 随便停 哦 朋友们 这个报恩寺这个地方很大哦 这个停车场 看那里就是公共卫生间 华姐去看一看哦 里面的环境有没有水这些 啊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哦 这里好好哎 环境太舒服了 看刮着微风 然后柳树 而且特别清静 那这里就是报恩寺 怎么样 可以有水有电 有水有电 对 哦 那很好了 对啊 哦 这环境太棒了 嗯 啊 感觉好清幽啊 我们其实现在也就相当于还没有进市区 是不是 没有进市区 那不行 我们就相当于进市区 可能还得有个 真正的20公里吧 差不多 哦 嗯 那我们就自我在这隔离 我们在那这待个三天 把我们的那个啥修到 马销一销是不是 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销一下 然后我们再进市区那边 可以 哎好 这而且这环境很不错 对啊 只要有水有电是吧 我们自己是现在冰箱里的这些食物 可以吃个三四天啊 没问题 哦 哦 终于 终于安顿下来了 突然觉得 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有点像做做梦 对啊 哎呦 前两天我们在高速上流浪了那三天 嗯 好心酸了 你知道我今天我想的这一路 我还想的可能进兰州比较困难 对 很有可能挡住不会让我们进 我们就想的 我 我想的是如果不让我们进 那我们就回新疆吧 是 嗯 我都真的想的好好的 没想到这么轻松进来了 开心的 对我们我们主要是进了一个城边 还没进去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在这我就可以修了 对让我们 而且修整几天太棒了 而且有水有电 我们在高速上这两天真的好可怜 每天只吃一顿早餐 因为每天都开了10个小时左右的车 晚上了以后我们到的地方 我俩就都很疲累了 又不想动也不想吃了 我这两天瘦了两公斤了 我还没撑呢 哈哈哈 可以可以 那我们就在这好好休省两天 我们现在先收拾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车 又开到这个卫生间门口 我们先加点水 我们现在这个水箱 已经放空都三天了 而且我们自己 车上就在前车上面放了一个 就是那种五升的那个桶装水 已经 没有水了 刚好接上了 哎呀 这两天一直都好幸运 太感谢了 这还有一只小黄 小黄你好 小黄待会我把溜溜的零食给你吃一点好不好 等一会啊 那我们如果在这的话 这附近有没有能不能买菜啊啥的 我车有的 在哪里可以买 车没车的去的这个 这也少有个滑路的来 哦 也没远离的 如果这就开滑 29间员 29 超市都有的 超市都有 哎呦我们多久都听到超 没经过超市了 好谢谢您啊 非常感谢 哎呦一听到超市咋那么兴奋呢 好久没进超市了 哎呦我们在这现在把水接上 哎呦我突然觉得好幸福啊花花 没想到我们之后新店 哈哈哈哈 现在有水了有店了是吧 然后有吃的了 还可以去买吃的还可以逛超市 嗯太兴奋了 这里面还能加电哦 嗯它里面还有电 刚刚这个师傅就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他说这个地方可以停 想停就停没关系 他说用水用电都随便 哈哈哈 哎呀太幸福了 突然一下子就幸福了 哈哈哈 开心 我们现在 停稳了 花姐开始做饭了 天啊我们这两天在那个高速上啊 每天就吃一顿早餐 今天终于可以吃顿热乎饭了 还有肉哎有七红柿 这炒什么 红萝 红萝 红萝瓜 哎呀 幸福啊 幸福啊 幸亏咱们还有量 对没事 他这不说可以买吗 能买我们过两天 开车去买一下 哎呀真好 感觉还是不错的吧 对 但是有一点朋友们 给大家说一下 看到这红房子吗 离我们特别近对吧 这个是个隔离酒店 这里面隔离了六七十个人 刚有一个职勤的工作人员 过来在这跟我们聊天啊 他说的 如果这里面没有人有阳性 就还算好 但是如果 一旦出来一粒阳性 因为我们离得太近了嘛 就是我们的马会变黄 然后我说的 你们得 有没有更好的去处 我就说 我们哪有更好的去处呀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往哪走 好不然找到这 就觉得是神仙地了 不想那么多了 就在这休息几天了 不跑了 臭溜溜 溜溜 开不开心呀 是不是你也很开心了 我们听闻了 你是不是也开心了 我朋友们看看看看 葫芦瓜炒肉 然后华家又打了一个 西红柿蛋黄瓜汤 米饭 这不是火腿 太开心了 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分身的菜了 古葫芦 太幸福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这三天的高速流浪 真的是 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 每天早上就吃一个随便冲个粥吃一个蛋出来了 然后就那就是一天了 嗯 因为我每天停车都好晚 然后又一天 在路上奔波 对 很累 我们俩又不想吃也不想动 嗯 这种经历 然后过来了以后 觉得有这样一个地儿 太幸福了 嗯 等 下次再有网友朋友们问 哎呀你们能不能聊聊你们旅行当中难忘的事 这三天绝对是在其中的 对 所以朋友们发现没有 其实每当有难忘的事情啊 最让人难忘的 其实是你经历当中 遇到的一些挫折 嗯 困难 和你可能最难过的时候 这种记忆是最有深的 所以当时你可能会很难受啊 你觉得会有的时候 郁闷 心情不好 比较崩溃 对 但是当那个真正的经历过来 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啊 你都会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你想想 如果已经是姥姥躺躺躺眼上 这辈子啥都没咋经历过 其实也挺没劲的 风轻浪静 嗯 太香了吧 就把这汤拌米饭也特别好吃 很拌的菜汤 嗯 哇 今天就一下子幸福了 嗯 真的好像做梦 这两天太累了 一个是开车时间太长 不让停车 不让休息 对 一个是加不上油 有的时候会很焦急 还有一个是 这么累的 每天还要剪视频 昨天晚上剪完视频五点了 实在是困的 船不了 今天早上爬起来又船的 这两天真的 嗯 夏天辛苦坏了 又吃了 罚姐也辛苦 罚姐是我的精神支柱 我真的 我坐车都累 别说你开车了 到现在腰都很痛 今天可以好好的休息 嗯 吃完饭 睡个觉 然后下午起来洗个澡 嗯 收拾收拾 这三天真的没有洗澡 连洗头都没洗 嗯 我们没有水啊 对啊 今天好好的 然后明天再好好的睡一天 休整一下 对 后天咱们试着出去采购一下 可以 好想逛超市 对啊 好久没逛超市了 这两天 我们的评论回的有点少啊 就因为天天都在路上 太累了 对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看评论 看到好多人很关心我们啊 在这里谢谢大家 这两天 其实我们就是比较累 但是安全还是很安全的 大家不用担心 有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担心 现在我们到了安全的地儿了 大家不用担心了 什么是幸福 饿的时候没有更饱饭 冷的时候有衣床 困的时候有床睡 其实就这么简单 好热 待会吃完啊 睡一觉睡一觉 太困了 好好睡一觉 不然还没休息 朋友们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晚